欢迎各位沙梯大面大方 2012年我是第一次主持这个节目 首先向各位观众拜了个年 祝你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 讲起身体健康 现在政府总部立法会真是一般健康 有退五军人症的菌在这里 希望他们早日解除这个威胁 听说38小时之后应该退五军人症的菌都没有了 还有同一时间 港大最近一次的民调 就问了超过1000人有关于我们特首的施政 他的评分就是赏人这七年以来最低了 49分不下格 支持他做特首只有21% 但是反对大增到71% 到底造成这些情况是为什么呢 我今天邀请了两位立法会议员 都是非常资深和愚蜜 公民党的前党魁 欢迎你来 非波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他是民建联的党团的发言人 高热祝大家新年进步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是啊 大家都真的很重要 布太接受电台的访问中间 他说了一些东西 就是有些东西他答应了 2007年刑事件 他答应了 没做到 虽然不是很大的解释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好 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完的 的确确 就算房屋政策 里面我说是生命的居屋政策 都要落实的 是不是 还有其他事情我都要做完 才能走得到 我现在还要加把劲 一定要在我任期之内 我对2007年 向香港人竞选出来的 我希望全部要交代清清楚楚 有哪有做完 差一两又没做完的 原因何在 现在我看到有一行 就很难做得到 像我说要减这个尼德水 我现在根本没有一个客观条件 经过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更加我们要面对了这个 可能会来一次 因为全世界衰退之后 很艰难有空位做这件事 其他基建 我们要一一要落实好 做好下去 好 他很努力 可能做到最后一秒钟 不过我自己估计 他会变游手特 即是游 不是游 游 游游 游游 游游游游 现在 他又要明天去上海 虽然有个会要开 我记得立法局年代的时候 彭督就是旅游的总统 是啊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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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一定交代 交代很容易 就是这个我做到 那天我做不到 其中我看到他2007年的施政报告 2007年的时候 就是天马南 他这一刻 就是政府总部 到底是门上开 奔下上来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对阿波太有点意见 有没有意见 其实当时公民党成立了 没多久了 就是不赞成政府总部 搬上天马南 因为天马南是一个真是很珍贵的海旁的地皮 事实上我们觉得政府总部 在原来本身的地址 其实一直是有历史价值 当然如果你说不够地方用呢 其实在美丽大厦那里 其实可以再建多些 或者你可以有一些天桥去连了它 当时我们是不赞成搬去天马南 但是我们是少数了 我也说过做事的作风 这七年以来 对阿波太你有什么评价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尤其是一个特首去到最尾那一年 大家去想一下 就是他剩下来 就是我们英文你会叫 legacy 他剩下来的遗产是什么 就是大家如果想一下 曾荫权你会令你想起什么 我最令我想起的两件事是什么 就是他当时竞选的口号 是做好这份工作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 因为你每一个人 你竞选你去做一个领袖的时候 你是有一个目标的 你是有一个愿景的 你不是说我做好这份工作 那你带领我们去哪里 这是很大的 第二件事我觉得 它剩下来给我们的遗产 就是亲疏有别 就是这个是 你一想起就 就是等于好像你记得 董燕华就是八万元 不是意思说中文讲的遗产 就是英文一般你叫legacy 就是它剩下来令到你记得 人家怎样去评计 最令你想起的是什么 所以你以后一看你曾荫权 你就是做好这份工作 那他有没有做好这份工作呢 就是这样的评计 是 说起政府总部 那时候我们的提议 就是应该要搬去 现在的东九龙的地方 是的 我记得 这个是我们很觉得 我们的看法就是 就是发展东九龙 因为应该要将它 就是现在这个商务中心的地方 要让出来 让一个政府的总部 更可以去一些开法区里面 进取刑 就是去旧机场 旧机场 是的 旧机场 现在又是论码头 是 当然去到现在 这个已经事实了 天马南已经变成了政府总部 当然近期都出这些问题 大家有很多风水 可能好像开了房子 可能很生意 说回一样 就是对你 半态 半态的问题 我觉得这七年 就是由他一开始的时候 很高的民望 去到现在 就是刚才阿飞哥 都提及到 可能第一次五亚级 这个走势来的 其实都是很值得 这方面去检讨 就是当然有个人的问题 还有制度的问题 会不会都是 因为我看到前任 都一样是很高的民望 就是董先生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要令治到呢 但是对于做这份工作 我又未必是这么负面的看法 因为当时 那个口号的时候 其实都吸引了很多人 其实那个时间 他能不能做好的问题 一是奸在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 服务香港的精神 服务私人的精神 他会不会清清楚楚交代 还有半年了 如果要清清楚楚交代 他要不要做得到 我就认为他 没有浪费时间了 没有交代给你 不过飞哥我想说 刚才叶国谦你刚刚提到 两任特首都是一开始的时候 民望比较高 接着一直下跌 我在想 下一个 下一个 是不是你民望开始低 然后代表好事 是不是会代表他有得升 我也是这样想 我也是这样想 是不是这样 要我们选民望低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相信也未必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 我想说出一个 现在在现时的制度 整个制度上 是会有一个 令到作为特首难当的 这是事实 因为我们立法会 谁做也是 因为立法会基本上 没有票 所以要改制制度 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 我提出一些事情 你都不同 我说两边 民建联一边 建制派 这边民主派 不要有什么公民党 民主党 什麽什麽什麽 不是说政党的问题 而是我们 选举的制度 选举的制度 以及特首 即立法会选举 特首选举 甚至区议会选举 其实你选举的制度 是很影响你的产品的 你怎麽有事 你怎麽有特首 我生下跪下报呈的 就是什麽 第一件事 他要玩鋪勁 是正说的 这个我记得 这个我记得 这个是07年3月 那时他说的 我相信大家印象都是新的 他这个对不对言 就是见仁见智 这个玩鋪勁就没有兑言 绝对 他说他在任内落实候选 他说的就是利得税和新风税 那里又没有兑言 降到15% 我想他想着去竞争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他没有兑言 就是那个空气质素指标 那个差到真的 我看得我不信 那个就真是 全世界五百多个城市 香港排到 这个是说的 那个微粒 是说的 那也够了 但是你其实落实空气质素指标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经常都说 但是微粒也出现 不是不差 但是微粒也出现 都是香港问题 我天天追他 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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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微粒的问题 未必是香港问题 是不是我们早过去过来 因为如果你在中山澳洲的地方 这个微粒那里是真是重要的 但是我不是说他要解决这个微粒的问题 我只是说 你要 我们每天 就是你看环保署的那个网站 告诉我们 他会量度些什么 那你的量度的方法 应该是要视乎你的指标 就是等于好像你说 我量血压 60至120 那这个是健康的指标 可能你的血压是很不够的 可能你是180 我猜都猜不到 我猜都猜不到 我猜不到 500多 但是他连那个指标 都不肯 就是落实一个新的指标 这个是很划算的 我跟你说 我们的环境保护的局长 就是邱藤华 其实环保那方面 他又不认识 他不认识政治委員 他又少少好彩 因为政府的问题 比他更大很多 现在政府 现在又 日日看到他算特首 有点的东西 所以 就传媒 放过邱藤华 因为空气污染 这个问题是大问题 你就算点到他 都未必一定立刻解决 我和阿谦说 他说 不便的 我不是说叫他解决的问题 我只是说他要落实一个指标 指标是你量度的一件事 就是你用一个什么的尺 去量度他 指标 什么叫做指标先 一位AAO 他擠在那里 但是这个就是邱藤华 就是没有落实那件事 因为他 港台同有名闻 就来收听了 認真有问题了 我再问一下 阿謙先 再问一下 民建聯 他们经常被人说 保皇 经常被人说 建制派 阿头 就是你票最多 在立法会 这个是不是真的好像 以前我记得 你们第一届主席 周又成说 武荣有肉 武荣有肉 武荣 有肉 武荣 这些是很难做 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 现在好像挺照顾 挺照顾建制派的人 第一个问题 我们一直的表达 我们很清晰 我们要为香港服务 你说 那个王是什么呢 我们只能看的 就是我们香港市民 我们保皇 就是保香港市民 当然 有些的说法 就是对于 我们对政府的支持 就是将它这样 就是用一种 用他们的说话 扭曲你的说法 这些各个人 见仁见智 但是 我觉得挺好听 有权的 有权的 我相信 就是你在过程之中 就是对政府的 有关的那些政策等等 我们很希望是怎么样 是有一个讨论的 就是不要出了街上 等一等回来 我再跟你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香港的政治 意识形态中间是很重要的 其实 执政党 中间是大多数的说 肯定要保他 就得正下一次 选举书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保皇 就不是那么negative 所以 什么叫建制 反而我觉得 不是叫什么建制 establishment 就是你 你用这个议会 是好听些 我就认为不是 是吧 回来我们谈谈这个 政治文章 休息一会 有两位议员在 我说特别三眼 待会见 你